最多的問題 競爭者使用競爭 來處理患療療療 現在超過70%都會回復 那觀眾不知道 什麼話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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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不在乎你們的觀眾 你們不在乎我們節目 你們是Law C的主持人 陳芳宇一臉錯愕 愣在原地 話都還沒講完 黃豪平就激動衝出來 我剛剛講的就是 觀眾聽不懂 你異常因為你根本不顧這個觀眾 也不顧這個人 你根本是個爛隊長 明星辯論綜藝 雙方隊長在自由辯論環節 槓上 失控弩槍 而且 難過爆哭說中文真的很難 黃豪平透過社群發文 承認用了不好的字眼 依舊無法平息風波 兩人開直播 同框和解 我坦白講就是 我情緒失控了 我沒有藉口 那我很不好意思 但我真的不覺得 陳芳宇是一個爛隊長 強調事發當晚就已致歉 真的沒惡意 而最新一集 賀龍也抓侯昌明開刀 遭到陶晶瑩批評 節目還沒播出 已經成功引起熱議 三立新聞李文山 專家宣 台北報導 很多人懷疑我懷疑我來這個節目 因為我從來不好 但我只是想要進步 然後當一個好隊長 剛剛黃豪平 翔英文說我是一個騷擾 然後很爛的隊長 我 對不起 我不應該這樣 情緒這樣 但我也很努力 所以我很對不起白隊 我深心的覺得抱歉 因為其實比賽的壓力 是非常的大的 因為是這個淘汰賽 所以 所以我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我做出了不對的行為 在這個場上 讓任何人 包含也許正在看電視機的觀眾 覺得說 我的行為非常的沒有禮貌 做出了很不合理的行為 我很抱歉 你們都很喜歡唱我 所以我中文不好 那 賢邦癌症是一個治療的問題 瘋癌症的治療 是遵循了 最主要的情緒 導致癌症 因為最多的問題 賢邦人使用賢邦 去治療癌症 現在超過70%會回復 觀眾都不知道 他們在說什麼 如果你們不在乎 你們不在乎 你們不在乎我們節目 你們是長期的主持人 所以我現在用中文告訴各位 我剛剛講就是觀眾聽不懂 你一直用英文 你根本不顧這個觀眾 也不顧這個 你根本是一個爛隊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你 一件事情是 你不用前面把父母當成外人 你是不孝 然後你用辯論的規則來說 我們變換立場是為不義 我們的金主是柏勞喀芬妮 拿星巴克來使我們 是為不忠 你不忠不孝不孝不義 憑什麼叫我們保秀明 我都還沒有講完 你好像沒有遵守這個辯論的規矩 你們上一趟木星也沒有上去 我想先問一下 德哥 剛剛就是KIMBERLY其實還沒有表述完豪平 這樣子算是破壞規則嗎 可以這樣子嗎 因為我們不太懂正統的辯論 自由辯論的話應該是 一方講完之後 然後另外一方再講 因為通常來說 他們是會坐在座位上 要講的人會站起來 所以他會比較明確 容易判斷他講完了沒 不過當然確實也是 以前也會發生 就是以為對方講完了 但是發現沒有 所以另外一個人站起來要講 然後再把發言權還回去的 那今天的場合的話 我覺得就要判斷是 我們覺得 豪平他有沒有意識到 KIMBERLY還沒有想要講完 他有沒有真的有搶的動機 如果有 那麼在辯論比賽上面是會扣分的 我先問一下KIMBERLY本人 請你到台上來好嗎 你剛剛在那一大段英文 就是你本來準備的稿子 一大段英文之後你要做什麼 我原本是要回問問題 因為我聽到他們在講說 一個人這個毒是... 你有毒癮是一個病嘛 你沒有辦法就是治好他 那我想去說他其實有過70% 他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進去 那我想問他說有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是你的身邊的朋友 你的爸媽你的小朋友 你為什麼不先救他的一命 然後再去幫他 但是我沒有說完 你其實英文講完之後 你也沒有要翻譯的意思嗎 我原本要 所以我...然後我原本... 因為我想說我在... 我有可能習慣是用走的 然後跟他們說 所以我原本要走回來 然後突然黃浩萍出來 然後我其實想要講完 但是他就比較... 但我也想要... 明白,對不起 剛剛在舞台上 我這裡是聽到了 我想問對方黑隊 你們有聽到 KIMBERLY一直在講說 我沒有講完耶 有聽到這句話嗎 所以我聽到他講 沒有講完的時候 我退回去了 但事實上 因為當時他全程用英文 我並不無法... 我無法判斷 他到底在什麼點 是作為一個真的要結束 所以他... 我是以他轉過來看到我的時候 我覺得他講完了 那我當時是以為這樣子 我走出去 我們剛剛在兩隊的變手 是不是都會往前一步 然後退回去 都有這個標準動作嘛 我也想問其他三位評審 你們有看到 KIMBERLY有回去嗎 因為我真的記憶模糊 他沒有看到回到位置啦 我覺得搶化的 就我們這邊來看是滿明顯的 現在70%會回復 好,觀眾也不知道 我們在說什麼 如果你們不在乎 你們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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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一個長期的主持人 所以我現在用中文告訴各位 我剛剛講就是觀眾聽不懂 你英雄英文 你根本不顧這個觀眾 也不顧這個觀眾 你根本是個爛隊長 剛剛那個當下 我看到豪平的那個臉 是咬牙切實的 想要為我們這一隊 說一些 可能看似戰傷風的話 我就覺得 我感受到這個比賽的場面 這可能是我路上現在 第一次感受到的 其實豪平 就感情上來看 其實我知道你真的非常投入 我們也先謝謝 這麼投入的一個隊長 其實我心中已經確認 只是我不能武斷 我也不能專斷獨斷 所以我必須問很多人的意見 那甚至我們可以跟NBA一樣 去調影片回來看 那為什麼我第一個 先問最專業的德宰老師 第二個我就要請教南昕 你剛剛看到這一個爭議點 你的判斷是什麼 正式的辯論來說 比較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是因為大家會有很明確的發言時間 甚至是節辯時間的 這個工坊的設定 但因為這個節目呢 它其實中間帶上了一些呢 彈性跟變化 但是我想 我們剛剛幾位評審 我們在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 剛剛桃子姐給了我們一個言說 說Kimberlin應該是要翻譯的 是的 以合理來說 我相信Kimberlin絕對不會傻到 她用一個全場呢 有一些人可能跟不上的語言 來進行辯論 這個對她會是加分 這肯定只是一個效果 她為了要贏得大家的認同 她是一定會講 這個中文把它講清楚的 這是可以理解的 對吧 所以豪平非常的盡力 在積極的做這個隊長 完全可以理解 也給你點贊 但是以常理判斷 我認為應該要讓Kimberlin講完 這樣子會整件事情 你們贏也會贏得更漂亮 輸也會輸得甘願 所以剛剛我覺得 桃子姐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 我覺得我們都感覺到了 Kimberlin的不舒服 跟那個不公平對待的部分 所以與情與理 我認為應該讓Kimberlin剛剛講完 會是整件事情更美好的一個發展 而且... 因為中文對我來說很難 但我很努力 然後之前跟我說 如果我不會講得那麼清楚 我可以像講英文 然後再去反應 很多人懷疑我來這個節目 因為我從來不好 但我真的想要進步 然後當一個好隊長 剛剛桃子平講英文說 我是一個困難 然後很爛的隊長 我... 對不起 我不應該這樣 情緒這樣 但我也很努力 所以我很對不起白隊 因為... 不會 你覺得是白隊最好的隊長 很棒 支持你耶 沒有問題 妳很棒 豪平很可愛 就是說 我知道他想要表達 以及他看...就是見烈欣喜 我應該這樣說 有了一個這樣的一個 你說得很好 因為其實我也聽不懂 他講太快了 那我就要想說 是啊 待會兒我們怎麼講評 但是我想 他後面可能會去翻譯 那其實豪平不要急 該發聲的會發聲 然後觀眾自己也會知道說 我聽不懂 講得好像很溜 可是我說我聽不懂 觀眾自己也會有一把吃 我覺得你只是急了 沒有關係 我很抱歉對 非常好 他講了這句話 我覺得非常有風度 很好 我們... 我們... 我們以後再... 兩位放下 對 非常好... 我沒有要辯解什麼 我也... 我深心也覺得抱歉 因為其實比賽的壓力 是非常的大的 有時候... 所以... 所以我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我做出了不對的行為 在這個場上讓任何人 包含也許正在看電視機的觀眾 覺得說我的行為非常沒有禮貌 做出了很不合理的行為 我很抱歉 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示範 我保證這件事情不會再發生 我保證這件事情不會再發生 我的天啊 我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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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